接着来关注的是韩国的沉船惨案 目前确定的死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64人 仍然有230多人下落不明 韩国当局决定延长拘留出世克伦岁月号的船长 和另外两名船员的时间 以确定事故的真相 另外 总统朴槿惠措辞强烈的谴责船长和部分船员的行为 等同杀人 并且强调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 韩国检察官的调查显示事故发生之后 负责驾驶的并不是69岁的船长李俊熙 而是26岁的三副 这位年轻的船员只有6个月的经验 而且是第一次在相关水域负责驾驶 这两人和另一名船员都已经被韩国当局拘留 将被控玩忽职守 以及不顾乘客安全弃船逃生 最新被披露的岁月号驾驶舱最后通讯记录显示 发现问题之后 船长和船员都惊慌失措 不知如何反应 有一名船员多次通过通讯系统 询问附近的交通管制服务部门 是否有救援队伍赶来 当交通管制人员要求船员 尽快让乘客穿上救生衣套船调生之后 船员表示 船上的广播系统在关键时刻坏了 因此无法广播疏散指令 也有船员担心救生艇可能不够用 除了船长和船员的不负责任和错误判断 造成产据发生的可能性 检察官也将调查重点放在了岁月号的突然转弯 是否是导致船只倾斜最终沉没的原因 调查也发现 初识客轮在仁川因为大雾延迟出发 调查人员因此希望查明事故发生时 岁月号是否超速航行 另外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少失踪家属的悲痛情绪转变为愤怒 他们在祈祷之余计划组成代表团 前往首尔总统府表示抗议 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 当局出动了数百警力阻止家属 还和部分人发生冲突 总理郑洪源因此紧急赶往家属的聚集地 安抚民众 双方约定将举行面谈 以满足家属的诉求